這個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們來看看 就是隔夜的炸物 可以恢復酥脆感 真的嗎 真的 這個真的 如果是真的話 真的所有媽媽的福音 真的 隔夜的炸一定是丟掉 因為什麼方法都試過 真的很難吃 微波爐吃起來軟軟的 對不對 你去烤箱 有時候烤起來就有乾柴 對 都不好吃 好 我們這邊幫大家準備了 兩塊雞排 這兩塊雞排都是隔夜的 對 這個雞排我們要用網路上的 它是說要 真的嗎 沖水 然後再去炸 炸完之後它會恢復酥脆感 怎麼會 為什麼我們準備兩塊雞排呢 Ivy 待會兒你幫我們執行 一塊不沖水 一塊沖水 同時炸 炸完之後我們來看它的酥脆感 好 有沒有不一樣 講好不好 好緊張 我們真的希望是成功的 對 好會 他說的沖 其實你要稍微泡也OK 重點就在它有接觸水分 對 感覺會更爛了 對啊 網路上說它大概要沖水10秒 這樣應該超過了吧 可以了 好 然後直接這樣 來 加起來 這樣會輸嗎 滅衣都掉了 不知道 好好奇 零過雨的雞排 來 來 Ivy 妳那一鍋 我這一鍋 我跟你講油水才會油爆 妳要打磨 小心 來 預備 1 2 3 美國隊長 也還好 有... 可以油爆了有沒有 油... 爆了... 漂亮 我看你站遠一點好了 這又不要翻麵 等一下 不急 我這一塊稍微翻一下 我這一塊稍微翻一下 翻麵 我開始那一鍋比較容易 這樣 不過你這因為有水分炸起來 很有感覺 對啊 它感覺好像好好吃 氣泡在它周圍 不是 你現在在炸的過程 我覺得這是錯覺還是怎麼樣 你看它這些地方 那個麵衣 就有幾... 感覺好像會有幾... 對... 而且它感覺像新炸的 你看它那個... 有 這邊感覺 沒有... 沒有感覺 可是它太多汁油 它這個好像一直在吸油 昌明哥那個感覺一直在吸油 可是我這一塊感覺 好像已經有經過了30年的婚姻 對啊 記不起任何年紀 沒有金錢 沒有火花 奇怪 那我跟你講來說 二九 你就可以趕快離人了 這個顏色我覺得 這裡面最大的差一點就是 你有泡水的 這個它顏色好像比較不容易 危險原本的樣子 沒有泡的感覺 它就是黑得很壞 整個這裡都有金 對 應該可以了 好啊 那我們關喔 好 關火囉 夾起來看看 好 來 那一塊就老黑了 一看起來很脆 你是雞排中的黑人嗎 對 好說 你看我們的多美 好 比較快 OK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 它的酥脆度有到多少 對 我們來切一切看 好 因為一個酥脆的雞排炸物 你切的時候一定有那個 啪啪啪的聲音對不對 對 來 等一下 那個麥克風 好 來 這是老師拍 你怎麼講這話 這個很酥脆的聲音 對 很酥脆的聲音 口感不曉得怎麼樣 口感不曉得怎麼樣就是 應該很柴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 這聲音聽起來也滿 滿美味的是不是 所以 另外一個 泡了水的 泡了水的 顏色泡的水是比較漂亮 好希望可以成功 好期待 那個手感就不一樣了 真的假的 對 好像好像嫩的感覺 對 而且它的肉沒有那麼很老 這個後面的脆的聲音 就是切的那個 對 先仔細來聽看看 脆度就有 真的 真的耶 感動 有差異喔 有 好 厲害 不一樣 對 感覺好像不一樣 我連切的時候 那個手感都不一樣 不得了 應該成功了 那我吃囉 那我那個你看 接住夾子的聲音 一定好脆喔 對 感覺很像以前人家 在賣那個什麼脆皮雞盤那種 對 好脆喔 好脆喔 好厲害喔 怎麼那麼厲害 真脆 真的好好吃 原本的 原本的 我覺得你自己的也知道 來吃看看 肉好吃嗎 剛剛肉有沒有變得差 我覺得還可以 這也是脆的 比較硬 肉呢 肉質感覺 但是它的脆好像比較硬 還好 鍋麵一種 可是我覺得這個肉很硬 還是我吃到的身塊 很容易軟掉的那種 來 試試看 用麵衣喔 先吃原本的 Ivy好像老闆娘 來… 試試看 今天大特家 很難得看到大家對於 昨天隔夜的雞排吃的時候 好有心情 有味 這麼踴躍 然後再吃泡水 這邊 對 泡水的 蘇星覺得有差嗎 泡水的比較酥 肉質呢 而且直接回炸的這一塊的麵衣 比較油 對 對 它油比較 妳好內涵喔 它一直吸油 對 我們忽略這一點 但是這樣子炸出來 吃起來會不會像昨天的雞排 其實沒有很像昨天的雞排 不會 感覺剛剛才吃 它的肉質其實還是滿juicy的 感覺像 那另外一塊咧 沒有泡水的 像妳現在的婚姻 那妳是鐵毒 陳老師 OK喔 OK啊 但是我覺得差異性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沒有過差那麼大 但不過樣子 顏色看起來還是有差別 對 這個的麥相比較好 會不會是其它像甜不辣那些 對 那種很容易軟趴趴的那種 會比較有連響 就是那種 因為像日本的 因為這麵衣比較薄 日本的天婦羅用的那個 那種麵衣 就是那種薄薄一塊塊那個 很細的 對 很細的那個應該會比較明顯 對 可是這個是奇怪 這什麼原理啊 對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沖水為什麼會讓它比較酥脆